慧如 這邊表現非常突出 觀眾朋友印象也非常深刻 才16歲 也要唱一些情歌 說實際上要有一點歷練 才能把情歌詮釋得很好 那妳一定是沒談過戀愛 那這些情歌怎麼去詮釋呢 就平常練習的時候 會跟媽媽跟阿嬤還有討論 然後平常自己都喜歡看一些 偶像劇跟電影 然後就會把自己想像成 電影裡面的那個女主角 然後融入那個情感 那妳最喜歡哪一部偶像劇 之前有一部 我可能不會愛妳的偶像劇 超愛 對 尤其是裡面的李大仁 真的是非常溫柔又體貼 所以妳常常看這些偶像劇 把自己放在裡面 是當女主角 如果這種感情碰到 會什麼樣的感情這樣子 這樣能體會對唱歌有幫助嗎 我覺得還滿有幫助的 我們不鼓勵妳16歲談戀 對 還早啦 起碼要18歲以後 是 要成年以後 是 那今天帶來哪一首歌呢 今天帶來黃怡霖的《愛魂都是你》 來 到底來欣賞 謝謝 是不是我過頭 咱的煙分就已堅持 若是想要萬火 感人又有可能 是不是愛跟煙 親親親幾多的軟臉 當初幾次有多多 上海就有多親 愛著哭君的人 哭君可愛的天真 緊電傷心 你會背負君一生 愛著哭君的人 哭君的人 愛你哭君的人 哭君的人 總是愛我 愛不到哭君的人 愛著哭君的人 哭君可愛的天真 緊電傷心 你會背負君一生 哭君可愛的人 愛你哭君的人 愛你哭君的人 哭君的人 總是愛我 愛不到哭君的人 愛我 愛你哭君的人 愛我 愛你哭君的人 首先請到的是羅文聰老師請做獎 貴魯 你今天選的這一首歌 它是比較線條式的 我覺得你今天唱 最大的問題是在你的音準 还有这歌词算是比较成熟的 我觉得你那个在唱的时候 着重的点力道要稍微轻一下 尤其是在中低音 但是我觉得你通常会有个盲点 是不是说A段刚进歌应该慢慢唱 慢慢唱或轻轻地唱 但是以你的嗓音来讲 我觉得比较不太适合这样做 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 比较甜美比较年轻的声音 但是选这种很成熟的歌的话 你用你那种方式来诠释的话 这样的歌的说服力就会比较弱 你一开始应该就用中等的音量 那到了后面的高音的时候 应该整个火力全开 这首歌的那个强度才会被撑出来 好不好 加油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分数的评审 请给分 好 我们看赖慧如可以得到几分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8分 老师平均分数17.5分 薛忠斌老师比较高18分 先稍微休息一下